国泰航空计划发行可换股债券 集资超过67亿 有分析指出 集团仍然面对大规模集资压力 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国泰航空 一年内两度大举集资 国泰在开市前宣布 计划发行总值超过67亿的 五年期可换股债券 票面年利率2.75厘 初步换股价8.57 较星期三收市日价三成 国泰说今次集资所得 会用在充实营运资金 如果传数换股 公司要发行超过7亿8千万股 相当于扩大后股本近1成1 有学者预期 国泰仍然有较大财政压力 假设连同上次向港府发行的 认股权证获释数行使 国泰大股东太股的持股比例 会由现在四成半降至不够三成八 国行持股将会降至大约两成半 而港府有机会持有国泰大约半成权益 国泰去年中宣布 透过公股和政府注资 合共集资大约390亿 其后集团大规模裁员 并终止营运国泰港龙 令到每个月开支降至10亿至15亿 不过因应政府2月起 加强机组人员检疫隔离 国泰每个月现金消耗增至最多19亿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儿报道